加州州长19号宣布 南加州大片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当天洛杉矶以南20英里的长滩市居民 准备飓风的到来 南加州各县的居民都获得了沙带 来加固他们的房子 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更新 希拉里飓风已经减弱为二级风暴 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10英里 但仍可能对西南部地区造成强大打击 预计可能引发灾难性且危及生命的洪水 人们失去的房子是一件事 人们死亡的事 我恐怕人们死亡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家里 不想外出 想外出的地方就能保持安全 加州官员表示 已预先部署了急救人员 以便能快速做出反应 帮助进行水上救援 我知道市民在预防部 在预防部队预防部队预防部队 甚至地区域 我们经常做这些东西 但其实一个大殊风 我们需要学习 从其他地方很多地方 都要通过这些东西 希拉里来袭 南加州和内华达州南部部份地区 预计降雨量为3至6英寸 某些地区甚至可达10英寸 并伴随着破坏性大风 预计许多住家将断电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延峰01综合报导